这地下的果实可能很多朋友都没见过 我也是头一次见 下面都是水 我带着大家咱们下去看一看 就在这几天 曹操高陵附近新发现了疑似宋代守陵户的遗址 而就在离高陵不到20公里的地方 有座北宋大墓 名向韩旗及其家座墓园 这座墓园刚刚进行了一纸附建 三座地宫大门敞开免费参观 有人说这座墓园花费巨大 却没啥价值 事实到底如何 宰相墓有什么特殊的布局呢 跟着我们的镜头去详细了解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郑叔 我现在在河南安阳的黄埔屯村 今天带大家看北宋著名的宰相韩旗的墓 那我身后就是韩旗墓的墓址 其实这里已经是第二次搬迁的地址了 在2008年南水北调的工程经过安阳段的时候 也就是在咱们现在位置的东边 在那个地方发现了韩旗的家族墓 那么因为要发掘和搬迁这个韩旗家族墓 这南水北调工程歇了两年 一直到2010年才继续的动工施工 2009年南水北调工程发现韩旗墓后 对墓进行了第一次整体搬迁 2020年据说国家拨款1300万 对韩旗墓和其他家族成员墓进行了二次搬迁 也就是咱们现在参观的地址 走 跟上我出去 这里呢就是搬迁过来的韩旗家族墓 来 原来在原址发现的韩旗家族墓有九座 现在呢复原了几座啊 应该还有几座还在工程的进行中 大家看一下啊 在这个地方啊 大家看这儿 这儿有一个遗址啊 这是一个类似于工字形的一个建筑遗址 在原址发现的时候呢 也有这样一个遗址啊 也有这样一个遗址 它应该是韩旗墓园的一个附藏的建筑 是韩旗墓的神道碑了 大家看有几个字啊 两朝故命定策元勋之碑 这个呢是1075年韩旗去世的时候啊 由这个宋神宗辍朝七日啊 而且给了他这么八个大字 这里有很多的墓室都是可以进去的 一会咱们看一下 韩旗呢 他早年和这范仲妍啊 一起抵御西夏 当时人称韩范 到了仁宗的末年呢 韩旗就拜相啊 历经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宰相 那这个韩氏家族呢 在北宋啊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旺族啊 那韩旗的夫人呢 也是清河崔氏啊 也是一个著名的世家大族 大家看在这里啊 有三个墓种 最北边呢 是韩旗和崔氏夫人的墓啊 那这个墓呢 是他的长子 韩忠岩和吕氏夫人的墓 那边呢 也是他一个儿子的墓应该是 不是韩翠岩的 就是韩淳岩的墓 这边啊 还有几个隆起的墓道 应该还有几座家族墓啊 要搬过来 然后大家看 他这个墓的布局啊 比较贵啊 按照咱们这个传统的左朝右墓的 古代的墓葬制度啊 他的两个儿子的墓 应该在他的两边啊 包括孙子的墓 但是为什么 这两座墓在这个位置啊 韩旗的墓在这里呢 这个呢 其实就是古代的一个叫 五音墓地的一种布局 咱们现在进韩忠岩的墓里边去看一下 走 这个是一个防谷的旋门 两边有砖雕的门柱 上面还有门栅 下去看看 现在这个地面都是水 咱们现在进不去 就不淌水了 冬天就不淌水了 前面呢 就是他的墓门了 里边的结构呢 应该跟另外两座墓差不太多 咱们去看看其他的墓 这个呢 是韩旗的另外一个二座的墓啊 咱们进去看看 他的这个墓道啊比较短 刚下了雪啊 这个砖梯非常的滑 这个旋门呢 和咱们刚才看到的差不太多 就不聊了 就不讲了 这里边啊 有一股新修的那个漆的味道 这个墓啊 大家看是一个方形的啊 一个砖室墓 它这顶子呢 没有做成砖室 做的是一个 应该是水泥板了 这个方形的墓室呢 其实没什么可讲的 就是一个方形的砖室 比较有特点的呢 是他这个墓室的中央 大家看啊 有很多的石条石板 那下边呢 还有一层 下边这层呢 叫石藏果 也就是说呢 这个墓主人的果室啊 其实是在下边 那咱们看啊 这一共应该是有三个果室啊 这儿一个 这儿一个 这儿还有一个 三个果室 应该是这个韩琪的儿子啊 和两个夫人的一个合葬墓 合葬在一起了 大家看这个中间的这个果室呢 两边各有一个 堪位 一个方形的堪位 能看到吗 有方形的堪位 分别的是通向 两边的两个果室 这就像咱们在墓里边 看到的那个墓室 两边那个通道是一样的 通向两个夫人嘛 这个墓园里边啊 还有其他的墓在修 应该呢 是还有这个韩琪的孙子 也就是韩忠言的儿子 韩智夫妇的墓 还有韩琪的二夫人 浦安郡太君崔氏之墓 其他的墓呢 可能还在施工的过程中啊 那咱们现在去看看韩琪 和崔氏夫人的墓吧 也就是他两个夫人啊 都姓崔啊 这个是安国夫人崔氏 还有一个呢 是浦安郡太君崔氏 我们现在走到韩琪墓 韩琪墓呢 显然是这个墓园里边 最主要的一座墓 也是最大的一座墓 韩琪墓呢 还是比较讲究的是吧 还得看啊 它这个外边啊 有这种砖雕的柱子 门簪 上面还有门沿 下边呢 还有一个须弥座 走下这个斜坡墓道啊 在这儿呢 就是韩琪墓的墓门的门楼 这个门楼呢 也是这个按原样啊 修复的 大家看那上边啊 这有兜坡啊 包括上面有屋檐 来 在门楼的两侧呢 一边有一个小的神龛 这个墓室的门呢 就是从原址搬过来的啊 这是真正的文物 咱们看这个石柱啊 包括上面这个半圆形的门楣 还有中间的这个椅柱 这都是原物啊 这个椅柱呢 中间裂了 已经成两半了 用铁鼓起来 保护起来了 这个啊 就是韩琪和崔市合葬的 一个超大的圆形的穹炉顶墓啊 穹炉顶的砖石墓 想当年啊 韩琪去世以后 这宋神仓是把西北的军队 给他调过来给他修墓啊 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规模是相当的大 修的也是非常的漂亮 现在是原样的恢复了 原样的重现了 哇 大家看这穹炉顶啊 有六比多高 非常的壮观 当年发掘这座墓的时候 在这个穹炉顶的正中央啊 发现了一个倒洞 整个这个墓室啊 发现了五个倒洞 盗墓贼非常的猖狂 所以这墓室里边啊 所有的陪葬品都被盗窃一宫 甚至包括韩琪和他夫人的官果和尸首都没了 所以说这帮盗墓贼啊 实在是太狠了 做事把事给做绝了 那在考古发现的时候呢 在土里边啊 发现了李小杰的腿骨 另外呢 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 就是韩琪和他夫人崔氏的两块墓质名 其中这韩琪的墓质名啊 长宽一点五五米 重大三吨啊 上面写了六千多个字 这是迄今为止 在他们国内发现的最大的墓质名 所以韩琪墓呢 当年啊曾跟曹操的高龄 一块申报这个全国的十大高谷发现 结果呢 曹操墓入选了 韩琪墓入选了 这地下的果实啊 可能很多朋友都没见过啊 我也是头一次见 下面都是水 我带着大家咱们下去看一看 大家看啊 这个下边啊 并列着两个果实 而且这果实呢 是用巨石 巨石的石条啊 垒成的 这是一个果实 这还有一根巨石的横梁 然后和另外一个果实的中间呢 还有石柱 六棱形的石柱啊 应该是六棱啊 六棱形的石柱 看没有 这个呢都是原址搬过来的文物 为什么叫石藏果呢 是吧 它是一个石柱 它不是砖柱的 看看下边的水 应该有半米深了 在这里啊 还有一个石柱 这两个石柱呢 一定是 一个是这个安国夫人崔石的 一个是寒棋的石柱了 水太深了 咱们不进去了 好了 寒棋木的视频啊 就给大家做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支持 咱们下个探索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